還蠻厲害的 我們用光希臘好了 光希臘好像不錯 然後帶一個龍科 暗隊怎麼帶?等一下有空就示範暗隊喔 慕容獸可以過嗎?應該是可以 只要穩穩來就好了 反正慕容獸還蠻穩的 可以慕希臘隊嗎? 其實所有希臘隊都差不多意思 只要光希臘可以過的話 我覺得慕希臘應該也可以過 我們選一個光希臘 就選你了 就是抽不到暗龍史 慕希臘隊員放誰? 可以放火屋、火炎熙這些都是不錯的選擇 不然就是放... 放不用經過新珠的轉珠 像是... 像是火龍史這些不用啊 或者是... 那個誰啊? 好吧我有點忘記了說真的 我七下隊員我都偏向塞一堆常駐增傷啦 所以... 其實你可以把水火木屋這些全部都塞進去 你就感覺到... 哇好暴力 可以示範芭比?等一下看看啦 第一關我們一樣有做一個純潔的動作 可以用光谷嗎? 我現在在那個喔 解成就 等一下有空的話再示範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應該先... 好吧我應該是不用指定了 今天電腦比賽可以祝福我嗎? 加油加油 雖然說我不太知道 10點15分你要比什麼東西就是 哇... 直接再走了 是一直被打臉的北歐嗎? 光北... 光北除非我還用9倍啦 不然是沒辦法解純光成就的 欸... 原來這家我有骷髏頭啊 你打多痛啊 啊... 因為我剛剛用... 我剛剛用的是龍隊 所以我沒有發現他的骷髏頭 骷髏頭會那麼一點點的難搞齁 五康 六七八 來來來來 多加一點 喔...這個天下 再來再來再來 11 12 13 14 這邊有3回合給你打喔 所以基本上希望 盡量在第一關就存好技能 不然會很尷尬 既然都打到這樣的血量 我覺得應該是沒問題的齁 長方形龍科沒有種族限制 疊加方式如果是... 發動攻擊次數是還不錯的 可是如果是受到仓愛次數的話 其實...我不推薦啦 今天大概開到幾點喔 不知道耶 11、12點吧 哈殺能嗎? 哈殺一定可以啦 穩穩過就好了 這邊我們看一下喔 因為這邊是燃燒... 1000嘛 1000的話我盡量... 先轉一下 心珠留下來 我講是這樣講我還是消掉一組喔 8康9康10康11 11COMBO 打一點點 LUNA跳了 他是CD2喔 CD2其實就還好 手下光珠打他會回血 沒關係我們把光珠全部濾掉 然後再開... 呃... 對不能用開的 好吧看著只能用疊珠的 沒帶走 唉唷... 其實這個地獄集有個共通點啦 因為他是做給龍隊挑戰的嘛 所以其實他們很多關卡的那個... 攻擊都蠻厚的 沒帶走 沒關係我們這邊路續法跳了 開路續法 斜轉 哇...沒有轉好 沒關係我們沒有天降Carry 8康9康 安安 龍隊我穩過 對啊 喔...我們這邊殘血了齁 先想一下齁... 先開一個... 先不要開好了 我這邊只能再被燒到一下我就死了 要小心一點 唉唷...有點危險 沒關係我們開... 營亮 再開印記 這個 好這個天降看來是沒問題齁 安安 關卡難嗎? 呃...如果用龍隊的話真的很簡單啦 可是用其他隊伍的話 尾王必須打十倍的傷害 也就是大概七千萬血啦 如果你有心情打出七千萬血的話 那其實... 其實... 就沒有差別了 好這邊是強化反擊盾齁 可是因為我們是希臘隊 所以我完全不需要害怕 用力轉就可以了 好...當然說這個天降齁 9combo而已 沒關係我們下一關遇到的是光遊俠 所以這邊我們先... 先不要開... 關閻熙好了 下一關也可以稍微磨一下 悟空隊用磨的不知道行不行 應該也是可以啦 切西亞可以嗎?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蠻輕鬆的吧 等一下試試看 能示範拓戈嗎? 拓戈比較難 因為他... 不手消全部光... 尾王不能手消光珠 如果說... 如果說你手消光珠的話 你那個... 打出去的傷害會完全被吸收掉 可是如果你不手消光珠的話 你只有大概九倍攻 還蠻低的 好我們來到這關囉 這關我們先稍微疊個印記 順便把那個專家消掉 好...沒有發射攻擊 我遇到CD2的耶 然後我們就沒有... 沒有五顆光了 先脫開一下 因為我還是要... 我還是得疊印記 所以知道 暫時先犧牲一下宙斯了 應該差不多可以了 我們這邊就先開光也吸 因為反正下一關新珠會被轉掉 好... 安安 最後一關怎麼打 我決定用疊珠的啦 因為我本來以為是... 只要... 用... 他是像鎖定珠一樣那種感覺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是手消光珠他就會回血 所以我決定用疊珠的 7...8...9...10...11... 好吧...我希望今天的天降再給力一點 撒旦能嗎? 應該蠻輕鬆的啦 投放沒解放的毒龍可以嗎? 尾在木龍死 這好像沒有木龍獸對武器吧 不過你可以試試看就是 好...這邊是... 血量龜一齁 開個露娜 然後... 然後... 靈量也開下去好了 哇... 沒有解好 沒關係...我們相信天降齁 9缸 10缸 11 12 13 14 15 這應該穩穩帶走齁 過了!山屋普普路一級7000 恭喜恭喜 好啦...我絕對可以停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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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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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哇...一隻來到了1300萬的傷害齁 然後...接下來尾王我們要打... 7000萬的傷害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一隻龍族的關係 沒關係...我們... 沒害怕... 寧光之印 然後我想一下...他不能守下光珠 如果消除光珠的話 會把你的傷害完全吸收掉 就完全沒任何傷害 所以我想一下要怎麼疊珠齁 好...在... 好吧...沒有疊到 沒有疊好 沒關係...沒關係... 我沒有龍珠 來...光珠希看...光珠希給不給力齁 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一COMBO 不知道夠不夠 好...龍珠 盡量點高一點齁 好...這邊點了一個37000分齁 我們回了3萬滴血 到底夠不夠呢 哇...一隻來到了... 九百...八百萬齁 可是被減傷至10%的話 一隻只剩下大概... 八十萬的傷害 加上印記就直接過關啦 其實我覺得打這個成就 最簡單應該是光芭比啦 不然就是蒼蠅隊 因為尾王可以用主動技能 或是芭比倫的隊長技能 進行...怎麼說... 把整個版面綠掉沒有光珠 然後再轉珠 這樣就好了 公之狂暴龍咒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龍珠的能力齁 我幾歲齁...十七 你死在王關加油加油 總是會過的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總龍珠什麼能力 呃...這顆 發動攻擊次數的破碎龍咒 第一個技能是... 把...珠量最多的...轉成新珠 好像...沒有什麼用說真的 第二個是... 隊伍攻擊力提升15% 第三個是...無視攻前盾 我覺得...光是第三個能力 就值得把這顆龍珠刷下來了啦 好吧...所以... 盡量...如果說... 石頭許可的話... 我覺得應該... 至少刷一隻沒問題啦 應該說刺石頭刷到這顆龍珠沒問題 王關技能看得不是很懂 呃...首先它會連擊兩下 這個應該看得懂吧 然後第二個就是... 龍以外的傷害會變成10% 也就是說... 如果你用的... 沒有任何龍隊的成員的話... 它會變成7000萬血 第三個就是... 如果說你手削... 削到了光珠 然後你對他的所有傷害... 都會被吸收掉 就等於說... 打他的傷害是0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會回血 好啦...我們光希拉隊示範完了齁... 那一切換成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